不到重庆 你永远不能够理解什么叫做八地魔幻 这里呢 不只是外地人被称为八地魔幻 就连本地人啊 那都天天迷路啊 生活在这里 你永远不知道自己在哪一层楼 就好比现在吧 你以为我在一楼吗 不 我在二十二楼 来 咱们从这儿往下看 什么叫做山外青山 楼外楼 走错一个路口 那就是一日游了 重庆的交通啊 堪称是逼疯了导航 女裤了司机 在这里啊 最牛的就是轻轨了 就刚从这个地下面钻出来之后啊 结果一看 哎 怎么在半山腰了 还没得你缓过神了 哎 怎么又钻到人家家里去了 这个千万啊 别在两个路口下车 否则呢 你会在电梯上体验人生的巅峰 这里是亚洲第一高的扶梯 扶梯全长是一百一十二米 大约有三十层楼那么的高 那是一眼望不到头啊 在这里还有全国最深的地铁站 红颜村站 站点最深是一百一十六米 相当于三十九层楼那么的高度 进站你就得后站十分钟左右 这个地铁都过去三趟了呀 你还没有到底下呢 这最魔幻的呀 还是那个黄绝湾立交桥 上下五层啊 共二十个扎道 连接着八个方向 这种的交通设计 在这种城市 你想都不敢想 这导航到这里是这样子的 欢迎使用高德地图 你已进入重庆市 由于这个地势复杂 接下来给你换到百度地图为您导航 百度地图为您导航 前方右转 有个本地人 请你下车问一下 本次导航结束 你以为这真的就结束了吗 在这里啊 不走纯长路的重庆 像这样子花样摆出的立交桥 那可是层出不穷啊 这个螺旋形高 七十二米的苏加坝立交桥 是全国城市最高的扎道桥 开车进去啊 需要三百六十度 才能够出得来 这熔桥半岛立交桥 则是更上一层楼 全方位七百二十度旋转立交 远看呢 就像是一座三层大转盘 这上桥之前啊 你得全方位做好心理建设 上去了 那就没有回头路了 没点勇气的司机 还不敢上桥呢 这还有史上啊 最浪的会舞动的公路 开车犹如过山车啊 那是一浪接着一浪 让你浪到怀疑人生 这样子的重庆 这外地人啊 那是又爱又恨 这样子的重庆 你还敢来吗 欢迎呢 评论区留言 来抖音急速版 看视频领现金 我们再看一看 先 iz�를看看